8號仔 鄧小姐想問一下 想問一下8號中長線持有的話 可以什麼價位入呢? 其實8號仔過去一段時間來看的話 我相信他派息或者說業績 會是一個支持著股價最大的因素在這裡 如果以業務來看的話 始終8號仔他跟香港電訊那些比較 他的業務範圍會多一點 包括了他有一些地產業務 甚至是其他業務 變相來看的話 如果以股價來看的話 前期股價去到大概4.2的水平 股價就開始出現回落 而現在大概是去到3.9的位置 目前股價其實以過去一段時間的表現來看的話 其實就不算太帥 特別近期那個下跌 其實是暫時未見到向下有一個放緩的跡象在這裡 所以我相信短期投資者不妨可以再等一等 或者說當股價有機會看到一個開始有一個底部 或者說是一個向上的反彈勢頭的時候 才再部署我覺得都不遲的 始終這個預期股息率有9里以上 我想向下跌的空間未必太大 可能我會看著大概3.8 3.8毫半的位置 才再留意 如果那些位置我相信到時對應的預期股息率 都差不多有10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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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